使用选取区进行储存跟释放的动作 首先我们在视窗底下打开色版面板 我们利用左手边的快速选取工具 先将Motor的上衣进行选取的动作 在色版面板中我们点击下方数过来左边数过来第二颗按钮 储存选取区为色版 点击之后会出现α1的色版 画面中只要是白色的部分为我们要制作选取区的部分 黑色的地方是指没有选取区的地方 我们可以将α1更名为上衣 目前眼睛仅开启上衣色版的部分 所以我们目前只看到一个黑白的影像 如果要还原为影像 请点击复合色版当中的最上层RGB或者CNYK色版 再次将选取区进行取消的动作 我们要将下方的裤子进行选取的动作 同样是使用快速选取工具 请修改为加选模式 我们将裤子进行选取 完成选取之后同样在色版面板 左边数过来的第二颗按钮 将选取区处存为色版 会再出现一个新的α1 如果上方没有更名 上方原来是α1 那么下方新增的色版 它就会依照序位为α2 我们也可以再次帮它更名 同样我们目前选到的是裤子色版 眼睛只有打开裤子色版 所以我们可以检视我们所储存的区域 白色的地方是选取区 黑色的地方是不需要选取的地方 要回归到影像 请点击上方的复合色版 RGB或CNYK 就可以回到影像 我们先将选取区进行取消 如何将选取区再次的释放回来 首先我们点击Ctrl按键 当我们靠近我们的色版时 游标会出现手型虚线方块 我们点击所需要的色版前方的迷你缩图 即可释放回选取区 即可释放回选取区 请在影像底下调整色相及保和度 勾选上色 我们将model的衣服颜色进行转换的动作 点击确定 取消选取的快速键是Ctrl加D 再次的我们释放下半身裤子的部分 同样点击Ctrl按键 靠近色版前方的迷你缩图 点击左键一下 再次的我们从影像底下调整 摄像机饱和度 勾选上色 我们进行重新调整的动作 再次的使用Ctrl点击上一的色版 再次的使用Ctrl点击上一的色版 我们进行重新调整的动作 选取区是可以重复释放再利用的 只要利用Ctrl按键 点击色版前方的迷你缩图即可 按键